如果你对抗衰老、动力和延长寿命有兴趣 那你可能有听过一种热闻的补充剂 NMN 可以真的在传说中说得这么神奇 可以延长衰老提升运动表现吗 还是只是被炒作的补充品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你就会知道NMN到底是否值得买 或者把钱返回更实在的地方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首先我们来教清楚什么是NMN NMN原名是 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 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是NAD的前体 意思是身体会用NMN来制作NAD 而NAD是一种腐霉 NAD对我们的细胞来说是至关重要 它是负责提供能量 收服DNA的損伤 以及可以帮助细胞应对压力 其实身体要制作NAD 不只是需要NMN 是还需要很多种前提包括 Tryptophanic nicotinic acid 或者维启命B3 和Nicotinamide riboside 简称NR NR其实是NMN的前体 你也可以买NR的补充品 潜在好处包括 提升脑部健康 改善心臟功能 维持肌肉力量 是增加癌症的风险 NMN目前在人类的临床研究是很少 Symbol size很小 研究时间很短 还有结果都不完全一致 例如这项人类研究做在 育兔素抵抵抗的更年期负累 研究发言到 复用NMN10个礼拜 有效改善肌肉的异肚素敏感度 但要知道 还有很多工具可以恢复 异肚素敏感度 只是简单的餐喝散下步 准时睡觉 注意你碳水化合物的分量等等 都可以改善你细胞对异肚素的反应 这项研究结论服用NMN4个礼拜 没有改善动物硬化 另外这项研究发言到NMN提高了 运动训练期间的有氧能力 这种改善可能是 肌肉对氧气利用率增强的结果 而这项研究发言到 服用NMN12个礼拜之后 没有提升任何睡眠质素 但对改善老年人的下肢功能有效 就是增加体力和减少时睡 但是刚才说到的 目前在人类的临床研究 很少,sample size很小,还有研究时间很短 有些人分享停止NMN之后 觉得精力变得更差 这似乎证明了NMN对谷歌人有帮助 但是会不会的角度来看 NMNN只是一个补充剂 可能令身体变得更加失衡 我们再看这幅图 NMNN是被添加在一个复杂的化学反应链中 而这种得与其内的介入 往往需要重新看其他地方借用 其他资源来维持平衡 简单来说,NMN没有调理你身体的能量机制 没有打算将NMNN加入这个反应 而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动力 同时在Reddit有很多人分享过 可以服用NMNN后的副作用 包括头痛、呕心 甚至容易变得更贵 所以NMN不是适合每个人 如果你真的要买NMNNN的话 还有一个坏消息 市面上的NMNN补充品 很多所含的份量 和标签上写的份量差异很大 有些是完全检测不到NMNNNN的存在 在新加坡大学也有调查市面上 ativ2款NMNNNNN陥量高个标签上 6款NMNNNN陥量低过标签上的1-11% 5款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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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败去中国 而3款NNNNNNN涥到日炅 manifests 只是标签上的1%以下 当中有三款是完全拆不到NMM 如果不靠NMM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们自然提升NAD水平呢 这里有几个简单又实用的建议 第一 均衡饮食 特别是西兰花 毛豆 某柚果 番茄等可以含味量的NMM 第二 规律运动 运动是供应可以有效提升NAD水平 第三 优质睡眠 好的睡眠又在于保护脑部 肌肉和免疫系统 大四 减少身体的氧化压力 避免吸烟 减少过度超加工食品 学习如何舒缓压力 不用不稳定的植物又等等 这些方法不单止经济失位 而且科学证实是有效抗衰老和提升生活质素 我在这个影片不是要否定NMM完全无效 如果你服用后觉得有帮助 那当然最好 但不要忘记健康的基本原则 补充剂的作用只是辅助 真正的健康还要靠平衡饮食 规律的运动和充足的休息来维持 所以NMM真的是青春全员 目前来看还未治愈 它的确有潜力 但现有的科学证据 不足以支持它这些浮夸的宣传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用 就给个like 订阅和分享出去给你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